来马书的第九讲 来马书的三章 二十一至三十一节 今天我给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叫做 怎样才能够与神和好 一个人怎样才能够与神和好 是一个罪人 怎样能够这样做 其实今天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今天的经文 Leon Morris这位牧师 他说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经文的部分 Donald Gray Barnhouse这位老牧者 对罗马书有他很独特的见解 他说今天的经文 是全圣经当中最中心的信息 今天这个问题 也都是圣经里面很多人曾经问过 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有个少年的官走来问耶稣基督 他说我该作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又有一个律师同样问耶稣基督 他说夫子 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当教会成立 圣灵降临 彼得讲了一篇道 众人都扎心 走去问他 说我们当怎样行呢 而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 记不记得保罗和西拉被捕入狱 是吗 他们在监狱来赞美神 来到是祷告 结果监狱的门大开 欲桌以为 那些囚犯已经逃脱了 他们想自杀 保罗和西拉就喝住他们 其中一个的欲桌就问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 一个罪人怎样能够与一位无限圣洁的神来和好 其实这个是一个圣洁的问题 有关圣洁 神是无限圣洁 人呢 是有罪 我们不圣洁 其实早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二节 神已经是晓如摩西 讲给以色列人从 诵会诵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一个人要圣洁 才能够亲近神与神和好 问题就是一个人怎样能够圣洁 这个就是约伯他所问的问题 约伯在约伯记的二十五章四节 他说 这样在神面前 人怎能清义 苦人所生的怎能洁净 约伯问到这个问题 一个人怎样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 我们怎样能够洁净 其实这里是有两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第一个问题 就是无限圣洁的神 怎样能够是同一个罪人和好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神可以是称这个人为义人 无条件地赦免他的罪 但如果这样做的时候 这位神自己是不是圣洁的神 是不是公义的神 这个正是 柏拉图在主前五百年所问的问题 他引用了苏格拉底的话 他说 也许神可以赦免罪 但我看不出他如何能做到 一位无限圣洁的神 如果他八百无条件赦免人的罪 他自己就不是圣洁的了 所以 柏拉图说 我看不到他怎样可以做得到 这个正是我们今天要解答的问题 首先我们刚才看到 约百计里面 约百话一个人怎能清义 清义这个字为什么 清义这个字不是一个虚构的概念 清义是神称你为一个人 是一个洁净的人与你和好 今天的经文里面 这个义字一共出现了十次 看着全部罗马书这个二字一共出现了六十次 所以清义绝对是罗马书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 看着罗马书这个部分 其实保罗用了两个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一个人 怎样可以恩信清义 就是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 至到三十一节 有很多神学的教导 接着下一次呢 我会是讲罗马书的第四章 保罗用了一个例子给我们见到 以色列人之父阿伯拉罕是怎样被神称为一个二人 有没有见到 今天的经文是神学 下次是实例 这个好像我捉围棋 我很喜欢捉围棋 很多时候书会教你很多的战略 很多的教导 然后给一些实例给你看一下 这里一模一样 先讲神学就是今天 下一次就讲实例 我们先看看世上的宗教又怎样看 清义 所有世上其他的宗教除了基督教 都是说靠自己的行为来做好与神亲近 对吗 这些都是人做出来的宗教 我都说过很多次 其实这些人做出来的宗教是有两点的 如果你留意 是以行为为中心 第二点 是以自我为中心 为什么行为为中心 靠一个人做得好 能够是被神接受 为什么是靠自我为中心 我都说过了 你拜黄大仙就希望万应万领 很多人在拜菩萨就希望拜得神多自有 靠神庇佑 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己 对吗 所以人做出来的宗教就有这两个特点 以行为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 世上其实只有两种宗教 就是一种就是靠行为 自我的中心 另外一个是靠神 靠神所做 这些的恩典是由神那里来 接受耶稣基督 祂的意就披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人 这个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 我们说完了 世上除了基督教的宗教 但是不妨又看看犹太人的信仰又怎么样 很多人都认为 旧约的犹太人 是透过守神的律例典章 靠守礼仪 靠献祭来得救 但是尼加先知怎么说 尼加先知在尼加书的六章六至九节 他说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凡制吗 耶和华喜喜悦千千的公养 华是万万的犹何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世人啊 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全谦卑的身 与神同行 犹太人认为他们献祭 用心来守神的律例典章 就能够与神和好 但是尼加先知怎样说 怎样才能够与神和好 是不是献千千万万的祭物 是不是甚至 献我的长子给神 不是 尼加先知说你要行公义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保罗刚刚才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头 告诉我们 世上有没有疑人 没有疑人 完全没有疑人 一个都没有 所以怎样才能够行公义 这个公义不是由我们那里来 这个公义是由神那里来 这个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里 其实指出了一共有两点 第一点是 秦义的义 义和律法的关题 第二点是义的性质是怎样 我们先看第一点 就是义和律法的关题 其实 罗马书一至三章 保罗已经指出 所有人都是罪人 不能够靠我们自己 为我们赎罪 是吗 能够与神和好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 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批决了神的荣耀 然后去到三章十九节的高潮 就是说 每个人的口都是被塞住了 无可推诿 完全没有藉口 接着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 就是今天的经文有三个字很重要 如果大家留意的话 是什么呀 弹如今 这个是一个转类点 这个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能够得救 三章一至二十节 神指出所有人都是罪人 宣判人的罪 其实这方面是指出了神的属性之一 就是神的审判 神的怒气 三章一至二十节 然后二十一节呢 但如今 给我们有个答案 有个解答的机会 怎样是能够真真正正与神和好 三章二十一至三章的三十一节 就是今天的经文 其实也都指出了神另外一面的属性 是什么呀 祂的爱 祂的怜悯 OK 告诉我们 怎样才能够真正与神和好 所以我们看到祂首先指出人的罪 我觉得无可推诿 然后告诉我们 怎样能够与祂和好 第一点 祂说 义和律法的关系 就是说这个义 是在属律法以外 希腊文律法这个字 nomos 在属于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小心读保罗的书信 律法可以解释做什么 在他的书信 第一就是律法主义 第二呢 是礼仪的律法 第三呢 是道德的律法 第四呢 是旧约的圣经 最后一个呢 是某些的原则或者定律 保罗都说这些是律法 但是今天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啊 是第一个 律法主义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不是靠着行律法 来到是得到神的义 不是靠着守一些的律法 能够与神和好 成为一个义人 这个就是世上很多人都不明白的道理 希望硬是要守一些的律法 或者是符合一些的标准 这样才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洗礼是怎么样啊 天堂的入场卷是吗 代表我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也都有人认为 每个礼拜日翻教会 来到敬拜 这样才是一个基督徒 说到这里我就很怀念 我们的尖叶姊妹 尖叶姊妹时时 以前在生的时候 都会告诉我们听 香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教会是怎么样 很多人说 你不跳得舞 你不可以吃烟 你不可以喝酒 要不然你就不是基督徒了 你就不是一个根正得救的人 这些就是人做出来的律法 靠着律法希望自己是 证明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要成为一个人 在律法以外 不是靠你守律法 其实有很多经文 都是这样告诉我们 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都没有留意这些经文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八节 说人清义是恩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再清楚都不过了 还有罗马书的四章六节 正如大卫清那 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的人 是有福的 有没有看到 在行为以外 对不对 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九节 神救了我们 以圣照照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是不是照我们的行为 不是 加拉太书的二章十六 既知道人清义不是恩恒律法 乃是恩信耶稣基督 然后在二十一节 保罗说 二约是借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徒然死了 如果是靠我们守律法 能够是得救的话 耶稣基督就死得冤枉了 保罗告诉我们 罗马书的四章十五节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为什么会惹动愤怒呢 没有人能够守全部神的律法 当一个人说自己守律法 来到是清义来到是得救 够熟自己的话 这个人是会惹神的愤怒 因为没有人是做得到 律法只是指出人的不足 然后指出神的公义 以至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去到这位神的面前 求祂的怜悯 求祂的宽恕 以至能够得救 加拉太书的三章十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做的 没有人能够靠守律法来得救 如果你是这样做 你只会得到神的咒做 清义不单止不是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守律法 这个义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有什么经文呢 很多经文 提多书的三章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有没有看到 不是我们的义 弗纳比书的三章九节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不是我们守律法得来的义 那是谁的义呢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二节 就是神的义 是神的义 恩信耶稣基督家 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罪的公价是死 罪一定要得到审判 惩罚 耶稣基督不单止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还将他的义 披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义 就是清义的义 对清义真的有很大很大的误解 天主教认为清义是一个过程 其实清义是一次过给我们的 不是一个过程来的 清义不是神令到你成为一个义人 清义是神称你为一个义人 这个是很重要 阿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 有没有看到 阿伯拉罕相信 神就称他为一个义人 所以清义是没有程度的 不是说你越来越给神清义的 你越来越圣结 不是清义是成性 我们等会说成性的部分 清义其实是法律的一个程序 就是好像美国的律法 你被律法 被这个法院 被这个法院 什么意思啊 记不记得O.J. Simpson 审他杀死他太太的事 结果他请了一大班的最好 世上最好的律师 倾家荡产来为自己辩护 所以这班律师真是好 为他洗清了的罪名 但是他将来是会有神的审判 但是这个地上就acquit了他 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的律师 是耶稣基督这位 世上最好的律师 最大的律师 现在正坐在神的右手边 来替我们辩护 撒旦不断地指控我们基督徒 但是耶稣基督说呢 这个人你不碰得 这个人我已经是为他钉十字架 我已经赎了他的罪 你不可以是控告他 这个就是acquit了 意思是代表什么 是将耶稣基督的义 放了在我们的记录上高 变成了我们是一个义人 而不是我们真正的义 有人会问 那我们真正属灵的处境 不是那么好 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是成性的部分 清义是一个地位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神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义 是很高的一个地位 这个地位永远不会改变 这个地位永远不会被删除 当我们是真正相信了话 但是成性呢 是我们真正属灵的处境 和这个地位争得很远 我们需要靠着圣灵 每一日来到越来越似 以耶稣基督 以至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是和这个被清义的地位 来到是相称 这个是基督徒所应该要做 所以你见不见到这两样东西的分别 清义和成性 对吧 清义是一次过 成性是一个过程 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保罗说给我们听 义和律法的关系 一个人是被称为义人 是在律法以外 不是因为守律法 还有第二点 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我刚才说保罗的写作里面 律法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这里又说律法和先知 这个律法是指什么 旧约 旧约圣经 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 我刚才读了很多经文 说不是靠守律法是得救 但是有很多人说 会不会是保罗作出来的 这些东西 旧约好像没有 保罗说不是 律法和先知为证 早在旧约已经有了 如果我们看看耶利米书的23章5-6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瑞 他必掌王权 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又大必不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有没有见到经文说什么 神要为大卫的家 他兴起一个公义的苗瑞 是谁呢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人 接着说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是不是我们的义啊 不是我们的义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义 诗篇的143篇第一节和十一节 大卫说 他是凭着神的公义得以接近神 是靠着神的公义接近神 以赛亚书的53章11节 说 因为尼赛亚的义 我们可以被称为义 而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业 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担当了我们的罪业 还称我们为义人 以赛亚书的61章第10节 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喜乐 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象新朗大上华观 好象新虎佩大葬式 有没有见到 旧约都是一样告诉我们 我们听律法同先知为证 说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义 是耶稣基督的义 为我们披上 有两个人 一个是印第安人 一个是白人 两个是听了同一篇道 两个都被这篇道说服了 这个印第安人 很快就接受耶稣基督 并且得到主内的喜乐 那个白人呢 挣扎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接受耶稣基督 有一次这个白人又见回这个印第安人 他就说 哎呀 印第安弟兄 为什么你这么快就接受耶稣基督呢 我挣扎了很久很久 这个印第安人说 白人大哥 他说耶稣对我来说 就好像突然间 在我眼前来了一个 很富有的王子一样 他将他的漂亮衣服 给我和你穿 你就看看你自己身上那件 你说还几好 还可以穿一排 所以你就没有立刻是接受了 他说我啊 我看一下我踢住这条烂尖 又旧又臭 不爱得的了 我立刻脱了它 穿了这个王子给我的这件新衣服 接着这个印第安人说 你认为你自己还有可取的地方 所以你就挣扎咯 所以你就迟一点 才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咯 他说我啊 一个可怜的印第安人 一无所有一无是处 所以当耶稣给我他的义 我说勒范应 即刻就接受了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这个印第安人说的话 真是很有智慧 是不是 有人可能又会问 那旧约的人怎样得救 刚才尼加先知 已经告诉我们 是不是靠千千的公养 慢慢的游和 不是 是不是 甚至在书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耶利米书的六章 和阿摩斯书的五章都有说到 他憎恨旧约以色列人的献祭 甚至憎恨他们的节旗 他们的祷告 甚至憎恨他们的赞美和诗歌 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说 他说旧约的以色列人 每年献上千千万万的牛羊 都不能够为自己来负罪 旧约 无论献多少的祭 遵守多少的礼仪 都不能够使到一个人成为一个义人 律法 只是说给以色列人听 自己是一个罪人 需要一位救主 需要神的怜悯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和我们新约的人得救 是不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是吧 旧约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做不到 需要尼赛亚 他们是向前望 望向各各他 这位救主为他们 来到是赎罪 我们新约的人呢 是向后望 耶稣基督在各各他 为我们钉十字架 批我们赎罪 是吧 无论旧约的人 无论新约的人 得救都是一样 都是凭着信心得救 罗马书的四章五节 和五章一节 无论旧约新约得救的过程 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靠着信心 保罗讲了 义和律法的关题 现在他又讲义的性质 义的性质一共是有三点 第一点这个义是出于神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四节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八百清二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三个部分 是蒙神的恩典 是吧 是从神而来 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 是吧 还有呢 是八百的清二 这个旧约都是一样的 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八节 诸天啊 至上而敌 穷仓降下的公义 地面开裂 产出救恩 使公义一同发生 这都是我耶和华所做的 有没有看到 是从上而敌 是什么意思啊 由上面而来 是吧 是穷仓降下的公义 去到最后呢 再重复说 是耶和华所做的 是吧 是出于神 有几兄弟在树后院踢足球 那个小弟弟就把那只球一踢 就踢了去的树上高 被那些树枝勾实了 跌不下来 啊 于是几兄弟就怎样啊 拼命跳拼命跳 想是打回那只球下来 有人跳得高些 有人跳得没那么高 但是做不做得到啊 没人能够做得到 哥哥就骂那小弟弟了 最坏就是你的了 踢了那只球上的树顶的又是你 最小的又是你 在那儿跳着跳着 阻止了 你这么矮 你跳高都不及我 站在那儿这么高 有什么用呢 啊 小弟弟就很伤心哭 走回到一间屋里面 遲些就和爸爸一起出来 爸爸就怎样啊 举起小弟弟 小弟弟就可以去到树上高 打回那只球下来 就是好像我们得救一样 不是靠我们自己 你跳到多高都没用 是要爸爸来到够高 来到是做得到 来到是将就帮打回来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得救是因为神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有一个老牧者叫做 G Campbell Morgan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牧者 他也曾经说了一个故事 他向一个矿工来到解释 什么叫做白白的救恩 刚才经文说白白的得救 是不是我们 这个 摩根就和这个矿工说 是白白的救恩来的 那个矿工说不行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没有这么大质量 随街跳 没有可能的 他说我一定要为我自己的救赎 付出一些代价 这个摩根和他咬了很久 都咬不赢 这个人很古板 这个摩根就想到了一个秘语 他说喂 你今早早你怎么下个矿场的 那个矿工就说 我搭电梯下去了 很容易的 摩根就说 有电梯你搭 你需不需要付钱的 好贵的 建个电梯 那个矿工就说 我家公司啊 就肯定用了很多钱来做这个电梯 但是我啊 每天搭上搭下 一个先都不用付 这头说完 那头他就明白 什么叫做白白的救赎 是不是 不是说没代价的 这个代价是有人给的 这个列是他的公司给了很重的代价 但是对他来说 是一个白白 可以天天都坐 我们来说都是一样 不是说没代价的 很重的代价 神差派他的独身子 来到世上来救赎我们 但是对我们来说 是白白的 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 但是也都因为 是白白能够被神救赎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不是很珍惜这个救恩 很多时候 我们想都不用想 就会去犯罪 是吧 但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 我们都要想想 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 但是对神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的代价 千万不要轻易地来到是犯罪 是吧 一个人如果能够是犯罪而没有内疚 而没有罪恶感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 保罗说了给我们 第一得救是从神而来 是白白得到的 第二点 这个意都是完美的意 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九节 乃是贫着基督耶稣的补血 如同无瑕疵无癫污的羔羊之血 不单止耶稣基督真是无瑕疵无癫污 他也都是不犯罪 他能够遵守了神一切的律例典章 每一条他都能够遵守 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 哥林多侯书的五章二十一节 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 这个也是原因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节 他说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民事和法利塞人的义 断不能进入天国 民事和法利塞人 是出了名守神的律法 耶稣基督说 你们的义不胜过民事和法利塞人 你们不能进入天国 民事和法利塞人 他们的义都不是完美的 何况我们 我们更加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只有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义 有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神只能够接受完美的义 就是耶稣基督的义 有没有想过 因为神自己是完美 因为他是完美的 所以他只能够接受完美的公义 而这个公义是耶稣基督所做得到 其他没有人是能够做得到 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 都是在审判之下 不能够做任何的事 来到是救赎我们自己 就好像罗马书的三章十九节 说世上的人都被堵住我们的口 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完美的义 最后一点 我们看到这个义 不单止是从神而来 不单止是完美的 还是永远 人造的义 能不能够永远 不能够 人造出来的 说靠守律法 献祭 来到是清义 能不能够一次过献一句祭 就能够使得你永远成竭 不能够 以前 旧约的以色列人每年都要献祭 不是说献一次祭就是搞定了 所以不是永远 如果一个人靠自己做好人 来到是成为一个义人 你能不能够永远做好啊 你今天可能做得挺好 明天又失去了 是吧 后天也很好 但后天又失去了 所以就算你是靠自己的行为来清义 都不是永远的 但以列书的九章二十四节 和诗篇的一百十九篇的一百四十二节 说神的义才是永远 是永远的义 希伯来书的九章十二节 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子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是有多久啊 是永远的 是吧 多少次啊 进入圣所 一次而已 在希伯来书的十章十四节也都说 因为他一次的宪制 便叫拿得以成性的人 怎样说 永远完全 一次的宪制 永远的完全 所以这个义 不单止是从神而来 是完美的 也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 是吧 因为我们说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一次宪制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是那么珍惜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 口就说自己是得救 但是完全是没有生命的改变 圣经真的告诉我们是有真假的信心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节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是吧 一个真正相信的人会怎么说 持守神的道 另外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节 耶稣讲话的时候 有很多人相信他 但是耶稣基督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有没有见到 要时时遵守神的道 才是神的门徒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个系列 是马太福音的系列 叫做信徒皆门徒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我不要做门徒 我做平信徒就够了 门徒我做不到很难的 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 一个真正相信他的人是门徒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 有平信徒这件事 每一个真正相信的人 都要成为主的门徒 在亚国书的二章十七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然后跟着隔了两节的经文 亚国说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为摩也信 却是赞经 很多人都下巴 轻轻就会说自己相信 但我们看到一个真的信心 是怎么样 持守神的道 遵守耶稣基督的话语 还有呢 是有真正的行为 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 这个也是原因 耶稣基督在书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给我们是有杀种的比喻 讲出了有四种的土壤 只有一种的土壤是能够得救 其他的都不能够得救 好像荆棘土壤里面的种子 头头看得上来不错 有发芽的 有支劲地飙出来 生长得挺好的 是吧 就好像一个人 刚刚接受耶稣基督 是有喜乐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不能够跌出果子 果子是很重要 耶稣基督在书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说 凭你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 是吧 一个真正相信的人 是有果子 一个不是真正相信的人 就是没有果子 而且这个果子 不是爱在的果子 不是好像法利塞人 是做给人看的 是假冒为善 这个果子是真正出于内心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 老实说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人 说自己是相信 其实只不过是头脑的知识 他们知道圣经里面 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时跡 他们甚至是认同圣经所说的一切 但是不代表他们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 一个真正相信的人 是和神是有一个真正的关系 他会是服从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宰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 他是会和耶稣基督有个个人关系 真是认识这位的救主 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一节 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有没有看到这里 有很多人知道神 但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不愿意来到是荣耀他 我曾经说过圣经里面的认识 是非常亲密的一个言语 不是单单是有知识 而是真的认识这位神 并且是荣耀他 荣耀他不是单单口里面的赞美 我们也是要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行为来是荣耀他 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 保罗说 神切纳耶稣作幻回祭 是贫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神为了我们的救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祂的补血洗干净我们 称我们唯一的义人 这个就是挽回祭 挽回祭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有个人很生气 你就给一份礼物给他 这个人就平息了对你的怒气 这个是希腊文挽回祭的意思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挽回祭的意思 圣经里面的挽回祭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公义 耶稣基督的救赎 满足了神的律法 满足了神的要求 这个才是挽回祭 对我们来说 我们说过是八百的救赎 这个圣经都告诉我们 但对神来说 这个是很重很重的代价 有没有见到 其实我们已经答了我开始的时候所说 柏拉图所问的问题 他说或者神是可以赦免人 但我看不到他能够怎么做 这个就是人 神的道路 神的意念永远都高过我们 神差派他的独身子为我们赎罪 付出了很重的代价 是有代价的 所以不是说他八百赦免罪 他不再圣结 是吧 罪的功架是死 他差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赎罪 满足了神的律法 所以他绝对是圣结的神 但他也是赦免了我们的罪 这个是柏拉图所看不到 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 完回祭这个字很有意思 在新约的圣经一共出现了两次 就是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 和希伯来书的九章五节 希伯来书的九章五节 是用来代表施恩宝座 是同一个字 施恩宝座和完回祭是同一个字 你说为什么施恩宝座是完回祭 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施恩宝座是什么 施恩宝座是约柜的盖 是吧 施恩宝座就是神的座位 在这个盖上高 是有两位的基路柏天使 他们伸出他们的翅膀 造成像一个座位 神坐在上高 约柜有什么 有十戒 十戒是要来做什么 指出人的罪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公义的图画 神高高在上 坐在他的施恩宝座 下面的十戒 将人的罪彰显出来 他就是公义的 但是 在赎罪日 一连一度 大祭司要做什么 拿着羔羊的血 进入至圣所 走在施恩宝座的上高 现在神在他的宝座 看下去 这个药柜 他见到什么 再见不到十戒 反映出人的罪 只是见到羔羊的血 这个羔羊的血 是谁的血 其实是预表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 是吧 所以他只见到 他爱子的血 遮盖着我们 见不到我们的罪 这个就是神 怎样能够 称我们成为一个义人 很多时候我们和人们传福音 我们都很喜欢说 哎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是为我们啊 为我们钉十字架 哎呀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钉十字架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说的 要显明神的义 他钉十字架 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 满足神的律法 满足神的要求 是吧 如果不是的话 当神赦免我们的罪 他不能够再是成为圣洁的神 他是猜派他的独身子 以致他是能够做得到 救浴的献祭是不能够是拿走人的罪 只有耶稣基督是能够真真正正是替我们赎罪 所以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经文说 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在说旧约那些人犯罪 每年就欠几只这样的公羊 公牛 神是怎样的 忍耐 只眼开只眼闭 对以色列人的罪 然后去到各各他怎么样 一次过处分了所有的罪 就在那个时候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其实福音真正的问题 不是怎样将一个罪人 带到圣洁的神的面前 而是怎样能够不违反他的公义 而将这位圣洁的神带给罪人 我再说一次 福音真正的问题 不是怎样能够将罪人 归向这位圣洁的神 而是怎样不违反神的公义 的情况下 是可以将圣洁的神带给罪人 这个才是福音最大的问题 接着保罗告诉我们 因为这个福音是白白的 这个救赎是白白的 我们都不能够自夸 不是说我们靠自己守神的律法 如果是靠我们守神的律法 我们就可以夸口了 但是不是靠我们守神的律法 所以我们不能夸口 就是好像一个人游泳 就为浸死了 那个救生员就是救他 你猜这个就为浸死的人 能不能够自夸呢 是吧 他说是我配合的救生员配合得好 如果不是我配合得他那么好 他怎么会那么容易救到我 你猜一个人还会不会这样来自夸 如果他是这样自夸的话 这个救生员相信 第二次都不会再救他 是吧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该死的人 神救赎了我们 我们有没有事可以自夸 没有事可以自夸 唯一可以夸口的 就是夸那位奇妙的救主 是吧 以法所书的二章八节至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也恩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由人自夸 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九节 使一切有血气的人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去到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九节 保罗突然说 外邦人和犹太人有同一位的主 同一位的神 他其实是引用了生命记的六章四节 耶和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 你想想那些外邦人 他们得救 是不是靠守神的律法 不是 神没有给他们律法 是给犹太人的 是吧 所以如果外邦人得救 是靠什么 是靠信心 如果外邦人的神 和犹太人的神 是同一位神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救赎的标准 若果外邦人这些未受国礼的人 是凭着信心来得救 那行了国礼的犹太人 一样都是凭着信心得救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 所要指出来 所以只有一位神 外邦人也好 犹太人也好 都是得一个救赎的标准 那你说救赎的人呢? 看着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清义 这是明显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 以为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守律法得救 是吧? 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 从来没有人因守律法得救 那他们是怎样得救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告诉我们 有信心的龙虎榜 有很多旧约的人得救 他们是怎样得救呢? 这个作者说 恩着信 有什么人呢? 有阿伯、以诺、 有挪亚、 有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弱塞、 摩西、 拉合 是吧? 所以这些人都是恩着信而得救 最后保罗很有趣 他说 既然这样 不是因为守律法得救 不如废了律法 律法都没用的 然后他自己回答怎么说呢? 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我们反而要坚固律法 律法不是说不重要 律法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需要救赎 才能够去到神的面前 律法是使得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答到神的标准 我们是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 以至我们是能够是得到救赎 一个人是需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有破碎的心 去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才是能够真正的得救 这个也是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 灯山补分告诉我们 他说 灵里面贫穷的人怎样?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为什么是灵里面贫穷? 你要知道靠你自己做不到 你要接受耶稣基督 这个才是能够使你真正的得救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妨来看看 就是最后保罗说要坚固律法 我们的信心坚固律法 我们的信心怎样能够坚固律法 有没有见到律法其实很重要 我刚才说了 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要首先是认罪悔改 是吧?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罪? 律法指出我们的罪 是吧?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 第二点呢? 一个真正不救的人 是蒙福的人 为什么蒙福? 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 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承传了律法 律法怎么说呢? 罪的公价是死 所以耶稣基督代替我们 我们是不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有几蒙福 有没有见到? 这是第二点 又是和律法有关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 承传了律法 还有第三点呢? 我们得救了之后 我们是要做一个服从的人 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 保罗就会告诉我们 律法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我们虽然是接受了耶稣基督 我们的肉体仍然都是软弱 我们仍然不能够服从神 那要怎么做呢? 八章四节罗马书 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 我们自己做不到 但是靠着圣灵 我们是能够做得到 这个要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 才跟大家来到是分享 所以我们见到 律法是很重要 是吧? 所以我们要和保罗所说 我们要用信心 来到是坚固律法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吐高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是给我们 罗马书的第三章 给我们见到一个罪人 怎样是能够 是被你称为一个义人 怎样是能够是与神和好 主啊! 你就是那位 白白地把你的独身子 赐了给我们的 这位爱我们的神 虽然这个救赎对我们来说 是白白地接受 但对你来说是有非常之重的代价 原意我们也能够珍惜我们的救赎 原意我们也不会轻易地犯罪 虽然我们的肉体是有软弱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是能够服从你的话语 原意我们也能够是借着圣灵 是能够是有那美好的行为 有那美好的果子 以至我们是能够将一切的荣耀 重赚得贵给你 我们这样祷告 凤子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阿们 有一个预告 就是今天就是说了战略的部分 如何是能够真正被神称为一个二人 与神和好 下一次是实例 就是用阿伯拉罕做一个实例 的预告 有点儿子 其他的 每个人都找到 这个圣灵 都是什么 很严重的 是 有点儿子